大家好 我是洋紅果 從我們之超時空冒險是指說 因為一直以來我都是在處理一種未知的訊息 也不能說無形 就是那種無法容易去辨識的形態 就是在我每次創作的過程中 甚至是每天你都會不經意的發現 舉個例子來說就是 今天這朵雲 然後可能你今天看到一朵雲 你就覺得他是狗啊他是貓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在我的生活當中 會常常遇到就是會看到一些你知道那種 模糊曖昧難以辨識的造型 然後就是那種就是他會陪著你 然後就是久了就會 他會成為一種類似寵物的狀態 然後會帶給你一些你會投射你的想像 然後就是你無法知道你的寵物在想什麼 然後所以其實你都是有點像是你是在養你自己的狀態 這件作品啊就是 就是 從那個生活當中然後去 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人就是 是呈現被綁架的狀態 然後那種就是那種被綁架 那就是是我幻想成做的 就是就很多東西就是一直被 就是被架空啊然後你常常幹嘛 收到一些你知道 可能比較負面的或是怎樣 不安的情緒 然後就是會 然後就是生活中很多的一些小細節 然後所累積出來的一種 像是假故事性的那種鋪陳 對 或許看起來就是 畫面或許看起來是有這種故事性 可是事實上就是其實 他沒有 對 我的畫可能就比較屬於前一式就是 你去直接看完之後 然後就是事後的那些 呃後色性的說詞都會比較厚色的 對這幅畫裡面就是我還就是 有特地就是 呃 畫了幾個很比較特定的造型 對 然後那些特定造型後來我把它 特地的就是 拉出來 就是在這邊 就是比較像是 呃 就有點在是 像是在講說 喔這個家庭可能成員有誰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 之後他們一起在一個地方出遊 再出遊 就是出玩樂的狀態 對 一方面我覺得可愛 一方面是我覺得 就是當我們被切開之後 其實裡面什麼都沒有 在這間 notion 再了解 一方面來自動起來 hosted 這方面就做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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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會不會 會不會 by bwd6